港股会一直跌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港股呢已经连续下跌超过6个月 那么到底港股的机会在哪里呢? 大家好,我是Linda,欢迎大家来到Linda说港股 那么加息脑或接近尾声了 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港股到底有哪些新机会呢? 如果你也关心做港股,如果你也喜欢做港股的话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Linda的频道 不错过任何港股的新机会 好了,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开始之前呢说一下免责声明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视频内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视频提供的股票及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风险自负 唯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决策 才能更好的在股市当中获利 那么港股呢应该说我们已经下跌了半年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年的港股的一个市场 那么从2023年开始以来呢 香港的股票市场表现的相关影响因素呢 是比较复杂多样的 但是呢大致上是有三条主线的 一个呢是国内经济的基本面 第二个呢是美国利率的水平 第三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化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呢 港股可能会持续上涨 那么我们也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如图所示啊 市场会预计美联储加息即将结束 港币的流动性会改善 会利于港股的表现 那么我们美联储的六月的一个议息会议呢 是在本月上周这个举行的 那么它暗示这个在六月的议息会议上啊 暗示今年七月和九月获各加息25个BP 那么公布的这个美国六月CPI的同比呢 是3% 那么这个数值说明了什么呢 它是比五月的CPI同比下降了一个percent的 同时呢也低于了市场的0.1个percent 我们如这个图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啊 虽然说呢我们这个目标呢 离这个2%的通胀目标还有一段的距离 但是市场交易在年内大概率只有七月一次加息了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它的一个暗示啊 所以说呢这也是利于港股的这个表现的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利率水平来看的 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呢叫中美利差 那么中美利差呢 它和港股的表现是成为一个镜像关系的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红色的是代表港股 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港股是一直下滑的 但是你看到中美的这个利差 它的话是上涨的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镜像 那么中美利差呢也是当前预判港股走势的一个有利的一个跟踪目标 但是美国的通胀问题呢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啊 就是本身美国CPI同比下降一部分呢 它是基于本来2022年的上半年 它的基数很高 所以现在下滑呢 其实是相对一个高基数来说的 另外呢 美国通胀它本身很顽固 你看啊 它那个美国的这个服务业还是很强劲的 所以这点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经济面上去讲的我们国内的一个可能接下来会出台一些经济的一个刺激政策 那么市场对国内经济的预期呢 也是正在合理化的回归企业的一个基本面 那么这从这方面看呢 港股也是具备足够的一个吸引力的 那么从今年3月以来呢 港股的一个深度回调 彭博的这个EPS呢一致预期已经调至新高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啊 不管是恒生指数还是恒生科技指数 它的EPS都是一致在调高了 而他们的预测又是一致的 所以从这个来看 哎 我们的预期可能earning per share会提高 这个呢是一点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恒生的这个PE水平 这个呢之前Linda也给大家去讲过 PE已经处于历史水平 所以我们当时也给大家讲到过 我们恒生指数呢 现在处于的是底部区域 也是一个从PE告诉你的 这就是一个底部 因为它的话已经接近了5年 10%的一个历史分位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所以从这里来看 我们未来在下半年去这个提高 它这个水平也是非常有这个有吸引力的 对吧 哎 我们预抵回收 所以这个呢 是对我们从基本面来说上半年的一个总结 那么总而言之告诉我们下半年有机会了 那么下半年有机会 我们下半年港股一个投资策略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呢基于经营杠杆和国内监管的一个政策的转暖 互联网医药及部分可选的消费板块 有望释放较大的一个盈利弹性 其次呢一些景气度可持续 且供需维持平衡的这些板块 如石油油色电子等也有望维持较高的一个盈利的增速 最后呢一部分ROE稳中有升的这个传统板块 比方说通信啊地产的龙头啊 都有望可能会迎来我们不错的一个这个预期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注 好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当前我们的恒生指数的一个情况啊 最近呢Linda也是收到了很多信息 之前呢好多人看过Linda给大家录制的视频 就是MJ指标MACD呢和KDJ的一个结合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指标呢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MJ MJ也就是MACD结合KDJ的这些 来听过的给我回复个999 哎我们听过的回复999 从来没听过的回复一个000好吗 那么这个呢我们他怎么来判断呢 哎也就是这条白色线呢代表的是KDJ的J 而这个红绿柱和红柱呢代表的是MACD的能量柱 也就是如果我们是绿柱的话代表什么呀 向上的一个能量对吧 现在以做多的能量为主 那么红色的话代表是向下的一个能量 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MACD属于中期指标 它比较稳健 它比较稳健 但是呢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滞后 而KDJ呢它是非常灵敏的 尤其J线它的波动幅度也很大 但是呢它也经常出现什么呀 经常出现那种频繁的这种金叉呀死叉呀 或者上下的一个波动 比较敏感 但是呢它的准确性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缺陷的 所以这两个指标结合当中呢 就又比较稳健 又比较灵活 所以结合起来呢 是属于什么呀 优势互补的一个这个指标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话一般怎么样是进场点呢 KDJ上穿我们这个中间这一条线啊 我们中间的我们这个零轴 MACD的零轴上穿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进场点 下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场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恒生指数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看到了吗 非常漂亮的上涨 然后呢股价开启了两个月的上涨 对吧 11月12月到1月份 其实呢应该说三个月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上涨 然后呢到这个位置我们2月份春节过后下穿了零轴 股价一直是下跌的一个走势 大家也可以看啊 你看在这边下跌的时候港股下跌 它一直是在我们的零轴之下 MACD的零轴之下 并没有上穿 所以没有任何抄底的机会 直到去年11月份 哎 10月底 11月初 出现了一个进场的机会 然后股价上涨 那么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出现了金差呀 大家可以看 但是它为什么上涨的力度不大呢 对吧 这个位置也出现了一次金差呀 甚至这个位置也出现了一次金差呀 为什么就不好看呢 首先我们来看啊 这个的金差 你看它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绿柱的位置 看到了吗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的上穿 它是上穿绿柱 也就是现在以上涨看多的动能为主的 而且这个时候能量是比较强的 出现金差 所以上涨力度比较强 而这个明显这是一个什么 红色还是看空动能的时候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发财线 这是零延迟的一个均线 对吧 零延迟的 它是出于什么 下降趋势 向上发财 向下什么呀 是有灾祸的 对吧 哎 向下有灾嘛 向上有灾 向下有灾 很明显 它又是下降趋势 而且我们这是看空的动能的 然后呢 你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也是红色的 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位置也是向下的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你看 都是还是红柱 而且下跌的走势 所以这些金叉不满足 更何况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金叉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位置 你看啊 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在轻柱的时候上穿的 所以你会发现 在整个下跌过程当中 只有这一波反弹 是比较强势的 为什么呀 它的上穿是在绿柱的时候 正好上穿的灵柱 那么我们当前的一个港股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在灵柱之下 无疑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啊 它的下边已经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青色的柱体 如果它出现了青色柱体 那么现在我们的KDJ是向上的 离着很近呢 如果啊 大家想一下 继续绿柱 那么它如果能够上穿灵柱的话 那这无疑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不要认为行情下跌 我就不要看了 或者说现在大家都失去信心了 那么行情它就是在绝望中 产生的 对吧 不能说行情一定会上涨 因为谁也猜不到 那谁猜到都是神仙了 还干嘛呀 那就天天就看得准 天天做股票就行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概率 所以说呢 因为之前 哎这样走 那么假设这个位置 我能上穿的话 会不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上涨呢 是有可能的 对吧 哎 所以呢 这个位置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恒生指数 记住一句话啊 我觉得雪莱当时说的叫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对吧 熊市都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牛市还会远吗 就像开篇的时候 琳达问大家 港股会一直跌下去吗 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呀 谁会相信我们港股就永远没机会了呢 那么像日本的股市已经逝去了30年了 今年日本的股市强吧 哎 那都已经在全球在榜首了 上涨了25% 所以也是非常强劲的 对吧 好了 那么讲到这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当前市场的一个操作重点是什么呢 第一种呢 我们说叫顺势操作踏准市场的节奏 没有进场点 我们就等待 没有进场点就等待 如果一旦有机会 那就是我们要跟着市场走 另外呢 我们要用牧民的思维 选对热点的牛股 哪里有钱去哪里赚啊 你不能专门选弱势的股票 对吧 第三个呢 下跌我们产生机会 精准的抄底抓 这种超跌反弹的这种暴涨的一些机会 这个呢 是我们当前市场操作的一个重点 好了 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热点股的一些情况啊 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第一个呢 是NIO 那么NIO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同样用这个 MAC.MJ 神奇的MJ指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个位置下穿 在这个位置上穿 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啊 为什么最近NIO启动了呢 为什么最近启动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位置 MJ是不是上穿零轴 而且正好是倾注的位置 所以从这个位置开始 你可以看到走了一个九 又走了一个九 然后呢 这个位置回踩 这个位置回踩 现在你看有没有跌破零轴呢 在这个位置跌破过零轴 但是呢 一直是什么 一直是倾注 也就是看多为主 所以这个大的回调 我们应该是什么呀 等待 明白吗 哎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还是看多的动能 虽然我的这个 KDJ这一线跌破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是等待观望的 等待观望的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啊 这一轮回调 哎 你看啊 KDJ还在零轴之上 但是我的这个柱体变成什么了 变成红色了 所以大家密切关注 它会不会跌破呢 如果不向下跌破 那同样和这个位置一样 我们是等待观望的 而且现在也正好出现了什么呀 正好出现了上涨结构的一 那么这个9的结构会形成吗 对吧 哎 这个呢 是我们美股的NIO 那么同样 我们港股的这个NIO 大家看一下啊 港股和美股真的是 其实走的是一亩一样 看到没有 走的是一亩一样的 所以说其实从这个来看的话 哎 好像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 因为我们不能去靠猜 尤其当前的行情不能去猜 你要有明确的一个进场的一个这个标准 我们才可以去进场 或者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出场 我们才是出场的 对吧 另外一个呢 这个呢 叫中国海洋石油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 石油有可能在下半年会有这个机会 其实在上半年 中国海洋石油一直是很强的 对吧 它呢 处于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走势 然后呢 上周的时候也有会员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说老师能不能讲一下中国海洋石油 大家可以看啊 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最近海洋石油强吧 走了一个9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上川的零轴 上川零轴 而且是以轻柱为主 所以这一波是有机会的 而很明显 这个位置虽然上川了零轴 但是这是什么 下降趋势 而且下边是红色的时候上川的 这个位置 你看啊 虽然是上涨趋势 看到了吗 虽然是上涨 我们这个线看着是上涨的 也上川了 但是你看啊 是以红柱为主的上川 所以很不幸 涨了一两天也下跌了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位置的上涨 看到没有 绿柱啊 而且这个向下走平 你看这个位置的上涨 就是非常强势的 非常强势的 你看啊 在红柱的上川的 它的上涨的力度就弱 没有形成久的结构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涨了四五天 没有形成久的结构 这个位置没有形成 这个位置没有形成 而这个位置 你看啊 是绿色 这个位置有绿色 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位置 就形成了一个九的结构 所以说呢 现在来说 中国海洋石油 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尤其最近 你看啊 我们的这个赫尔均线 发财均线 由向下 开始往上了 而且我们的 K线在它之上 所以从中长期来说的话 现在机会是有的 尤其你看 下边它也是在什么 现在也是绿柱 KDJ也在 上面 只是说 有可能会面临着回调 这是自然的 但是从这里来看 还没有出场的机会 好吗 这个呢 是中国海洋石油 从中长期来说啊 下半年 肯定它的话 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然后接下来呢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呢 今年是消息最多的一个公司 最近呢也发布财报了 对吧 最近也发布财报 来我们看一下啊 阿里巴巴呢 其实说实在 在去年之前 或者说 嗯 基本上在2022年之前吧 已经有 从2019年年底 也就当时 这个出事以后 我就给大家讲过 阿里巴巴暂时 不要去看 所以说你会发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三年 阿里巴巴都没有什么起色 但是今年的话 阿里巴巴活动是比较多的 那么最新的一个年报里呢 说这个蒋凡和万林 已经成合伙人了 呃 蒋凡呢 他是菜鸟 这个菜鸟的 对吧 然后万林呢 是国际电商的 他们两个呢 都是这个分门 这个下边的这个节目 我们说CEO 也就是上次讲到的 1加6加N里边的 这个6里边的 这个CEO 现在呢 都升级成合伙人了 而且呢 他们还有80后的 是不是 也就是新人 然后呢 成为合伙人 那确实是 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呢 也是很多人呢 也都觉得水到渠成的 那么从阿里巴巴 从他的一个趋势来看 首先 他属于一个 现在属于上涨 还是下跌呢 从我们的发财均线来看 哎 他是向上的 那么 而且他是零延迟的 很明显 现在处于一个上涨 对吧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下降的过程当中 哎 他形成了一个久的结构 然后回踩力度比较深 这个位置又形成了一个久的结构 现在的回踩 这是上涨趋势 看到没有 回踩完以后 又来了一个久 现在也在回调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其实从这个技术图表来看啊 现在他是存在机会的 虽然到久了 那么经过回调 我们来看 现在呢 是属于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出现了一个 在绿色上面的一个金叉 所以走出了一个久的结构 在这个位置 在绿的这出现一次金叉 走了一个久的结构 在这个位置又出现了绿色的金叉 也走了一个久的结构 那么目前为止还是在什么 在零轴之上的 而且还是绿柱 KDJ也向上转头 所以说从这个技术图表来说 从客观上来说 确实还是不错的 而且我们从图表来看 这个位置 是不是 也有点像走出来的这个趋势啊 是不是 摆脱底部区域 看看能不能指日可待啊 如果能够摆脱真正的这个底部区域 那么阿里巴巴会不会像 我们的日本股市一样 这个逝去的 日本股市是逝去的30年 我们阿里巴巴会不会逝去的3年呢 对吧 这个呢是阿里巴巴 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个芯片股 这个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呢 其实因为这一轮的上涨特别吸引人 所以后边下跌的时候 老是有人想去进场 但是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啊 现在的中芯国际处于一个什么呀 发财线 它是一个向下的走势 我们说了向上有财 对吧 向上发财 向下有灾啊 目前为止 它还是向下的 目前为止还是向下的 那么很明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出现过一次 你看啊 在这个位置 它是绿色的 上穿的 这一波有一波机会 在这个位置上穿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啊 下降的趋势 而且是红柱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一个反弹 你看又跌下来 现在还是在发财线的一个下方 下边我们现在也是以看空为主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能不能红柱变成绿柱 我们变成向上的一个动能 然后KDJ再上穿 而且最好在青色的位置上穿 那我们就有可能再次形成一个久的一个结构 对吧 但是现在还为时有点早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猜 但是很多好的股票是等出来的 现在不是机会 那么如果出现机会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握住了 好吧 那么我今天呢 其实就给大家差不多讲到这了 最后还是送大家一句话啊 股票没有永远的熊市 它也没有永远的牛市 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对吧 最后呢 也祝愿大家啊 在我们这个港股的一个黑暗时刻 我们能够时刻准备着 另外呢 如果大家对这个MJ 大家如果对MJ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公屏下方回复MJ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下周会给大家讲解更多的 这个跟MJ相关的东西 好吧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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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